這次七美特地在網路上發現了這個鄭家莊百年老宅 又只來為大家開箱一下 歡迎光臨 又只來為大家開箱 古色古箱 八盒蜜 有冰箱 哇 就出來了 這個就是 這個穿堂箱就是通風還有逃生 防火的功能 我來後面看一下 這邊一大片都是鄭家的 宅院 這邊有兩戶是出租做民宿 其他都還有鄭家的後代在居住 不過很多都搬到高雄去 然後偶爾放假回來 這樣子 走 你看 這麼胖的 感覺 一百多點 最棒的是呢 他們還有提供 那個 飛焦唱片 飛焦 我們可以有提供 這如果是在其他地方的話 這樣子的房子 你會覺得就是 很弱 可是因為它就是在老宅裡面 就沒有為何改 老房子就是這種改 還有一個音響 還有一個小 衝突小的音響 現在其實很少明天會放 音響 USB的 可以讓你聽記得音樂 因為沒有電視 所以呢 至少還有音樂 放不起喜歡的音樂 主人 有黑膠唱片 反正有發音響 可見主人也蠻喜歡的音樂 好 好 對沒有電視 來到這個地方 不要電視了 好不好 就是我們要做兩個 兩個晚上的房間 房間當然不是重點 主要是因為 這個老宅 真的 我覺得蠻有特色的 大家有機會來七美住一下 鄭家莊 掰掰 好 好 好